国际小点文要带你来看到的是 ISIS人质录像当中的蒙面筷子手 现在他的身份得到确认了 欧美媒体称是一名来自伦敦的富少 英国情报机构已经把他列入了观察名单 不过这消息一出 ISIS就在伊朗处决了四名所谓的间谍 这位操英国口音的蒙面筷子手 被人质们称为约翰 而BBC和华盛顿邮报证实 他的本名叫埃姆瓦西 据报道 埃姆瓦西生于科威特 在伦敦西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 曾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学习计算机编程 大约在2012年前往叙利亚 后加入伊斯兰国组织 英国国安人员早已知道他的身份 但因某些原因不愿对外透露 2010年 英国反恐官员 曾一度拘捕埃姆瓦西获取他的指纹 并搜查了他的个人物品 对于这些报道 伦敦警方拒绝发表评论 自去年8月以来 埃姆瓦西曾多次出现在 伊斯兰国斩首人质的视频中 据信 被伊斯兰国绑架的美国记者萨特罗夫 英国人道工作者海恩斯 英国计程车司机亨宁 以及美国人道工作者卡西格 都是被他亲手斩杀的